狗狗大眼汪汪看著筷子上的食物 這筷子上夾的 正是寵物學校推出的寵物年菜 要讓毛小孩可以跟著家長 歡樂圍爐過新年 狗狗的食物不能過於調味 所以在我們設計年菜的時候 我們會非常注重食材的選擇 然後再加上調味的部分 我們盡量都是 避免有任何的人工添加的味道 過年除了有狗狗年菜之外 毛小孩還可以換上喜氣洋洋的衣服 開心過年 這次我們因為是過農曆年 所以我們都會幫他們做 比方說有青草風格的格格裝 然後還有舞龍舞獅的打扮 然後也會有像棉袄 然後像旗袍這類的 讓狗狗們也能夠過得跟大人一樣 過年毛小孩跟著穿新衣戴新帽 圍爐吃好料 寵物學校看準毛小孩市場 在過年期間更安排了 拜年拿紅包的活動 紅包我們掛在一個架子上面 然後讓他們自己抽紅包 然後其實我們是希望訓練他們自己打開紅包 但是不是每一個口口都做得到 但是我們讓他們抽出來之後 裡面的獎品我們會讓他們帶回家 寵物市場日漸蓬勃 越來越多家長不生小孩改養寵物 因此也讓越來越多寵物業者 推出符合節慶的相關活動 讓家長捨得掏錢陪毛小孩還度過年 人家衛視陳明廷邱祈恩 台北採訪報導